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提示大家 请不要在开车或操作机器时 聆听这个音频 因为这个音频包含着强有力的催眠效果 在这期间你会进入睡眠状态 所以请确保只有在晚上入睡前 不受打扰时聆听 如果你正在接受某些精神治疗 那么请在进行催眠前先咨询你的医生 确保安全 那我们开始吧 请舒适地躺在你的床上 让自己尽可能地伸展 享受这个身体放松的礼物 现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集中注意力 跟随我的声音 放下所有的烦恼 自然而然地放松 此刻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也许你会听到除了我的声音以外的其他声音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它只会帮助你进入更深的放松状态 现在请将你的注意力转向你的呼吸 并跟随我的呼吸 并跟随我的引导 我们要一起做三个深呼吸 当你通过鼻子吸气时 我会从一数到四 然后并吸几秒 再从嘴巴吐气时 你慢慢地吐 我会从六到数到一 在这里没有对与错 以你的能力来做 不要评判自己 好 现在 请通过鼻子吸气 一 二 三 四 暂停 再缓缓地从嘴巴吐气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把气全部吐出来 非常好 第二次 通过鼻子吸气 一 二 三 四 屏住呼吸 嘴巴吐气 吐巴吐气 五 四 三 二 一 第三次 通过鼻子吸气 一 二 三 四 Lets准作呼吸 平住呼吸 一 三 三 三 二 一 非常好 回到正常呼吸 也许你已经感到身体的痛透 和示威稍微平静了一些 准备好进入一个更深的放松状态中 现在让你的思绪随意地漂流 你似乎意识到一切 但又不完全意识到 那是因为你在用你的潜意识聆听 而你的意识已经远离不再聆听 你的潜意识是清醒的 它能够听到一切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你会闭上眼睛 让你的潜意识来做所有的聆听 你的潜意识知道 而你的意识不需要知道 它可以继续睡觉 而不去理会 而你的潜意识保持清醒 你的潜意识有着很多的潜在能力 而你的意识没有 你可以用你的潜意识记住一切 但你的意识不能够记住一切 你可以很容易地忘记 而在忘记某些事情时 你可以记住其他事情 记住你所需要记住的 忘记你可以忘记的 如果你忘记了也没关系 你不需要记住 你的潜意识记得 你的潜意识记得所有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而你可以 让你的潜意识聆听 和记住 而你的意识睡觉和忘记 保持你的潜意识的潜意识 保持你的眼睛闭合 用你的潜意识来聆听 当你非常非常仔细地聆听时 你对自己默默地说 你对自己默默地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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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继续用你的潜意识 聆听我的声音时 你的潜意识 你的潜意识会睡得越来越深 当你的意识保持深度睡眠 让你的潜意识继续聆听我的引导 一会儿 我会开始从十到数到一 会让你更彻底地放松下来 当我从十开始数时 你会在你的脑海中 看到自己正站在一个有十个台阶的楼梯顶端 当我数到九十 以及每一个其他数字时 你将继续地往下走一个台阶 在楼梯的底部 是一张洁白 用羽毛做成的大床 配有舒适的羽毛枕头 当我最后数到一时 你将沉入那张大床 将头靠在羽毛枕头上 十 你站在楼梯的顶端 九 放松 放下 八 称入一个更舒适 平静 安宁的位置 七 七 继续地下一个台阶 六 往下走 五 越来越放松 五 五 向下 向下 向下称 三 现在 深吸一口气 二 吐气 在下一个数字一时 自然地沉入那张大床 一 变得更加平静 安宁 深度放松 沉入那张羽毛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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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平静地躺在那里 感到如此安宁 放松 我希望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真的可以飞行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你能够像鸟儿一样 自由地飞翔 自由地在空中翱翔 现在你不需要真的想象 你有翅膀和羽毛 你不需要假装 你离开了身体或者其他什么 现在 你感到非常放松 想象一下 你现在有了飞翔的能力 是多么美好和特别 当你准备起飞时 也许 你会张开双臂 或者 像超人一样 把手臂举个头顶 这都无所谓 这都无所谓 只要让自己按照内心的感觉 准备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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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检查一下 那些束缚你的锁链 没错 检查一下 所有限制你的信念 疲惫的思维 和旧习惯 这些东西 都把你束缚在地面上 它们阻止你飞翔 我想知道 你是否真的能感受到 这些枷锁的重量 那些粗重的锁链 将你束缚住 使你无法享受自由 在这里 花点时间 观察这些沉重的锁链的质地 它们是物质的东西 还是无形的东西 它们是粗糙的 还是光滑的 或者在不同的部分 是两者皆有的 这些疲惫的旧锁链 给予你的感觉如何 它们脱锐着你 如果 这些锁链能说话 它们会说什么 也许它们会说 你不能飞翔 和我们一起 留在地面上吧 但是 当你仔细观察 这些束缚的锁链时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无人这些锁链 看起来多么坚固 束缚着你 而你会发现 是你自己在紧紧地 抓住这些锁链 是你自己在紧握着 这些旧习惯 这些讨厌地 限制你自由的信念 你是自己 把自己束缚在地面上 又或许 这些锁链 可能是有别人的想法 和评论所造成的 但你是抓住它们的人 也许你有强烈地渴望 过上自由和成功的生活 而你首先 要放下所有的枷锁 和坏习惯 因为你要对自己负责人 你是自己身体的 守护者 你对自己的健康 幸福 成功 和自由负有负责人 不是吗 正如痛苦 喜欢有个伴 一起痛哭 同样成功 也会吸引更多的成功 如果你抬头看看 你会注意到 其他人在飞翔 看看他们在空中 多么的快乐 远离他们的枷锁 和坏习惯 和坏习惯 你能在他们的笑声中 听到这种快乐 因为他们远离了所有的枷锁 也许 也许 你有强烈的渴望 自由 你需要开始真正地放下锁链 只需要承诺 放下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放下一个过时的旧习惯 放下伤痛 让自己自由起来 飞翔 不要加入别人的生活剧本 放下别人的压力和问题 让自己自由起来 你对自己负有责任 放下你的旧观念 放下别人对你的看法和想法 不要让别人的枷锁束缚你 当你开始放下过去时 你会发现自己感觉更轻松了 你走路会变得更直了 当你站得更高时 你会感觉到更大的自信和强大 你的知识更骄傲 对你自己新的承诺而骄傲 自由地站起来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找到自己 放下更多限制性的信念 当你放下过去 并拥抱自己的感觉 那感觉有多好 当你意识到 没有人能说什么 或做什么来阻止你时 你会感到非常地轻松 非常地愉快 以至于你感觉开始漂浮起来 你意识到自己 常记忆来第一次感觉如此快乐 如此轻盈 轻得像气球一样 你的内心在微笑 感觉无比的愉快 完全平静和自由 因为你终于让自己活了起来 自由了 微笑起来 微笑起来 感觉很好 放下一切 开始飞翔 做自己 为自己 现在 和永远 你会想到 所有你现在可以飞往的地方 美丽的地方 美丽的地方 你不需要知道你要去哪里 因为美丽的人 会吸引其他美丽的人 成功的人 会吸引其他成功的人 自信的人 自信的人 会吸引其他自信的人 会吸引其他自信的人 真正自由的人 会相互吸引 在你 当你微笑时 你会吸引其他人的微笑 那些 那些放下过去 和所有束缚的人 会找到彼此 并一起飞翔 为自己 为自己多享受一会儿 这个奇妙 而平静的飞翔感觉 现在注意飞翔 在世界之上的感觉 有多么美好 远离过去 远离过去所有的锁链 远离所有的坏习惯 远离别人的坏习惯 放手飞翔 放手飞翔 放下所有的痛苦和伤害 自由自在地飞翔 鲜活而自由 飞翔 知道你自己现在因为自由 而更多的微笑 因为你已经对自己的承诺 要放下束缚 自由飞翔 自由飞翔 你值得自由 加入那些和你一样自由的人 现在和永远 在一个坏乱的坏乱 放松 最壮丽的自然环境中的山顶上 最壮丽的自然环境中的山顶上 你坐在这个美丽山顶上的一张金色的宝座上 双脚平放在地面上 你的双手手心向上放在膝盖上 眼睛紧紧的关闭着 我希望你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上方 大约一米之间的一个虚构银射光点上 想象一道美丽的紫色的光 从你的头部射出 直到那个银色的光点 并体验到你所有的精神能量 都随着那道光被吸引到银射光点上 现在想象你的一切都集中在那个意识点上 从那个光点上 从那个光点上 你看到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像水晶一样的向外反射 所见的每一个方面都晶莹剔透 想象温暖的阳光照射在你的水晶上 产生一道彩红色的光芒 产生一道彩虹色的光芒 现在你就是那道阳光 你被拉得越来越高 你是反射在你水晶上的太阳 你从这里 射向自己投射下的一道紫色光芒 在这里 你意识到你的思想在进行思考 而不是你自己 有时你的思想会专注于一个单一的念头 而有时会有各种思维形式在你的脑海中 进进出出 但你的思想并不是你 在这个时刻 你的思想甚至不再是你的一部分 你的思想与你的身体分离 首先 环顾一下四周 注意周围的环境 也许你被吸引到历史的某个特点 顶时间 或者你移动到了未来的某一段生活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你需要看到的一切 这几乎就像你在看自己 但同时也在体验自己 也许你有一些问题想问自己 例如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生命中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我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而所有这些答案 都会自然而然的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不要质疑你是如何知道的 只要接受你所有的回答 不要着急 我在这里等待你回来 我感谢您的感觉 我是快乐的 我感谢您的感觉 需要缓决筹 就像你的感觉 你遇到多少 你可能希望进一步体验这个生活 体验自己在五年或十年后的样子 注意一个多维度的拼图 如何开始抽屏在一起的 在催眠中 我们可以失去对时间的感知 一声可以在几秒钟内闪过 或者一秒钟可以像慢动作电影一样的漫长 我现在会再安静一会儿 让你有时间看清 感受 体验这一次 等你下次听到我的声音时 你会知道这个体验发生在你身上是有原因的 而且 这个原因会变得清晰无比 现在开始吧 听到我们的声音时 如果我们采用力请就елен岛 摇晰无比 在外面和身上的声音时 下温暖不疑 就像个性 不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好 现在仔细观察那些障碍物和阻碍你前行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你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自己设置的障碍 这些可能是哪些恐惧和疑虑 是什么阻碍了你阻止你的才能 现在花点时间识别这些障碍物 即使这些东西看起来或者感觉或者想象模糊也没关系 只要尽可能地去感受它们 是什么阻碍物 现在想象这些障碍突然变得像空气一样的轻 你可以轻松地将它们移开 完全地清除它们 使你的河流畅通无阻 现在就动手 现在就动手清除这些障碍 释放你的才能 对 对 就是这样 现在你已经清除了河流 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快速流动 阳光 阳光照射着 温暖着你 空气清新干净 你感觉 你感觉美妙 清晰 和明亮 你的思想 现在自由 而有力地流动 你的创造力得到了扩展 你的专注和集中力变得轻而易举 现在没有什么 能阻止你清晰 和出色的思考 和解决问题 你的才能是自由的 你越频繁 你越频繁进行这个练习 倾听这些话语 你就会越快地 越容易地放松 你的才能 你的才能 会变得更加持久 和自由 大约需要四周的时间 来创造新的神经通路 建立强大的心理习惯 现在你的身体放松 是为平静 带着你美好的愿望 是时候进入你那等待已久的睡眠了 睡吧 深深地睡吧 晚安 并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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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